先欣赏先欣赏 欣赏火箭的后手 待会再说 有些爱好者的模仿火箭中指带杆 其实不是那样 它只是食指握得没有那么紧 火箭只是特例 建议大家欣赏就好 却有模仿 刚才结尾的那个声音 应该有朋友已经听出是谁的了 看完火箭的咱们来看小特的 小特是非常标准的食指带杆 这个大家可以学习 可以借鉴 看完火箭和小特的 咱们直接来看小四季的演练 在这里先感谢当时拍下 这段珍贵的练球视频 粉丝朋友 司机是比较标准的 算是比较标准的 后手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 会的朋友了 就不用这么说了 但不会的 你说了 有时候它也理会不到 简单提一下要点 首先是食指带杆 不要太紧 但也不能太松 后边三根手指 自然打开 在回杆的同时 会有虎口挤压的感觉 这些球员的球杆比较软 所以很多时候会 展现出压杆的效果 这其实不是他们友谊 就要为之啊 只要你正常回杆 就会有压杆的这个动作 如果球杆弹性非常好 很软 那压杆的效果就更明显 不用刻意去压杆 所以总结两点 回杆的同时 后手自然打开 出杆 自然贴合 不要去抓球杆 同时在回杆的同时 虎口挤压的感觉 好 看完前面的 咱们直接来看阵题 赵公子 赵公子的极限干法 也是非常厉害 法力范围很足 五分点练球视频 之前咱们是看五分点进球术 今天来看后手 主要看后手 每个人的后手 习惯都不一样 希望大家多多练习 找到最适合自己 打开程度 相比来说 赵公子的后手 我感觉很标准 剩下的三根手指要更整齐 但是我怎么看这球 赵公子怎么有点内扣呢 还真是 不过不影响 这钉也是有点内扣 回头 回头我视频找出来看一下 不过是正常的 正常的 好 大家慢慢欣赏 球这个东西 排球这个东西就是细节 握杆在出杆的值不值这个范畴 我觉得要占一半以上 50%以上 好 视频的最后 这里也希望大家多多练习 有条件 多练习一下 后手很重要 但是一定 在练习的同时 尽量单独练习 不要去练对抗 直到自己的动作成型过后 再去慢慢的检验自己 OK 我是大熊 希望大家早日 找到自己 适合自己的后手握杆杆局 我们下期再见